去年先胜后摔的大陆股市 今年以来还是下跌走弱 不过随着三月的人大 以及正邪两会即将登场 市场开始期待 陆股会不会上演两会行情呢 如果想要投资陆股 又该如何下手 一起来听听投信法人的分析 人大正邪两会即将在三月登场 根据历史经验 两会后陆股上涨几率高达七成以上 为陆股吹来一股政策暖风 除了两会行情 法人也预期大陆当局 今年会不断加码 释出政策力多 整体来说陆股今年表现 依旧可以期待 他们今年在产生政策 会有更多的力道 所以我想就是基本上 大陆也没有Hard Lending的状况 所以其实加上MCI 今年也可能会加入 所以其实在两会之后 应该市场会慢慢 就是打底 慢慢往上走的趋势 也是还算是比较容易的 至于想搭顺风车的台湾投资人 该如何下手呢 法人建议如果不知道 要买哪些股票 也可以考虑透过投资 陆股的ETF指数股票型基金 来投资陆股指数 而且随着ETF的产品越来越多 还有杠杆型的ETF 以及反向型的ETF可以选择 换句话说 无论是陆股走多投或是空投 投资人都有机会获利 如果是一个比较事件性的一个 投资一个策略的话 那就比较适合使用 比如说正向两倍的ETF 来做一个事件性的一个 比较短期波段的一个投资 透过反向型的产品的话 其实可以达到一个避险的效果 可以去适度的降低你的 持股的一个水位 那同时你也不需要说去 出掉你的持股或是你的基金 不过投资任何市场或产品 难免都有风险 投资人操作时 还是要多做功课 谨慎小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